冠军表现时刻 由苏宁彩殿独家冠名播出 好 伴随着主台办复明的一声哨响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您收看到的是PP体育为您带来的 2018赛季中超联赛最后一轮 上海深发在主场来对阵山东武能 到左侧 郑征助攻上前 面对莫雷诺 郑征在给到中间 刘洋传到禁区里 但是格德斯这下踢空了 二点球还在鲁能的掌控之内一脚打门 这次是六号的立鹏将球封堵出去 不错 传到很好 有远说机会没有说 给到右边莫雷诺 往开两步再往进去里面做一个输送 这一下应该说鲁能的门将韩荣泽 对于球路的判断提前的移动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 右侧传起来 佩莱 这个球我们看到了佩莱 作为一个曾经欧洲一线的顶级中锋 在进去里面的强点能力 鲁能的球迷也非常的兴奋 开场13分钟时间 鲁能现在反客为主 1比0领先升花 其实这对于莫雷诺来讲 也属于客串为止 对 那么可能也是因为莫雷诺在右侧的 这个适应度的一个问题 所以让鲁能的左侧放心大胆地就往前攻了 这个球又很危险 德德斯内部来一脚 划门而过 打得很聪明 打了一个低的 由莫雷诺这脚就在他脑袋边上 而镜头回来 莫雷诺这边进球了 朱建荣吗 我们看到这镜头回来的时候是朱建荣 这连人带球一块冲到门里去了 美农队员好像对这请进球有个疑问 这慢镜头还在放着莫雷诺的倒沟呢 一回来 莫雷诺这边 球就进门了 到回来 有机会 刘洋 打铁还需自身硬 好球 这下格德斯 这个机会 单兵突进面对李帅 球进了 比赛进到第40分钟 鲁能这边格德斯终于开张了 帮助山东鲁能 把比分扩大为2比1 这也是格德斯个人本赛季 在中超层面的第二个联赛进球 这球一下子就一个没有犯规 周海斌 把球交给金明道 只传交给格德斯 内部单刀突进 这次面对李帅一个挑战 多好的机会 差只好离了 传球次主跟传球上攻率 还是鲁能稍战一些优势 这边灯巴巴 投入到进攻当中 面对带铃横向带球之后的一脚打门 是往来的低 裁判明哨了 因为VR的四项原则 涉及进球的争议 涉及点球的争议 可以直接出红的严重犯规 是口头警告 还是在给一张红 哦 给红牌了 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的回看之后 我们看到 傅明也在跟瓜林解释 你这是后方过去 怎么样一个动态 也在跟瓜林解释 解释完之后 一张红牌 断球成功 从而这边投入到反击 自己射 东巴巴 好运钉 哎 传得不错 看灯巴巴打门 清华队在十人应战的情况之下 把比分扳平 灯巴巴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五个联赛进球 后点 后点有点大 莫雷诺 这个倒钩 莫雷诺的这种球感真的是好 而鲁能的小门将韩荣泽 去争取时间 还是想赢啊 莫雷诺远射 有折射 稳住 最后的时间能够好看了 差一点是花反超啊 好球 站起来 投球 厉莫 应该说刘军帅的这个投球已经顶得很帅很帅了 但是李帅他更帅啊 不是两个队来救的 而且在商品组织阶段其实鲁能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样 倒是放平了心态就以自己人数上的优势往前压 威胁到出来了 但是给鲁能的时间也少 如果说鲁能早一些这么提可能又不一定了 对